我是一个放射科的医生 那这些年来呢 由于各种体检的条件升级了 很多人都查出了很多病 尤其是肺节节 经常要到医院进行一个随访 很多人就担心说 我这样一年查两次或者四次的CT 会不会对自己的身体造成影响 会不会使自己患癌的风险 反而平白无故的增加了 首先呢我们先讲一讲 为什么放射线会导致我们治癌呢 是因为当放射线这个剂量的能量过高的时候 它可能会伤害我们身体的一些细胞 使得这些细胞死亡之后呢 又重新的开始再生 在再生的过程中呢 这些细胞就有可能会发生复制的错误啊 什么的就会导致癌症 那这个剂量呢 一般要达到比较高 才会造成我刚才说的那个情况 那一般医用的一些辐射 不至于会导致大量的细胞的死亡 那季晚的一些科学家呢 已经做过了很多次的试研 就在大规模的样本中 他们去发现多少的值是一个安全的界限 说这个值之前呢 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辐射的剂量单位 最标准的单位叫做吸服 但是这个吸服呢是个非常大的单位 我们日常生活中用的单位呢 一般是叫毫锡服 1毫锡服呢等于0.001锡服 一个成年人啊 每年如果接受量小于50毫锡服 那就不会产生致癌的一个效应 这里呢要注意的是 即使我们不去使用任何X线CT的设备 我们每年在自然各种环境中 可能也会接受到 大概1.5到2毫锡服的一个辐射量 所以这个辐射本身在自然环境中 就是有存在一些的 然后跟大家说几个经常知道的检查吧 首先就是大家见的最多的 这个X线就站在那里拍一个胸片 大概剂量是0.1毫锡服 也就是说50是安全界限 一年拍500张 理论上来说也不会造成一个影响 那如果做一次胸部CT是多少呢 这个数值呢 根据这个扫描成后等等因素 大概是3到4毫锡服 也就是说理论上一年做胸部CT 大概10次左右 也是属于安全的范围的 那当然胸部CT的毫锡服接受量 跟腹部CT是不一样的 因为胸部相对来说比较短 一般来说呢 扫描的成数是少于腹部的 腹部呢是比较长 从肺椅下一直到自己的这个骨盆这里 所以呢扫描一次 腹部的这个毫锡服数 大概是5到6的时候呢 会做一个增强扫描 那增强扫描的豪锡服数就会增加了 增强扫描它的原理 大概是先没有打照影剂的 先扫描一遍 然后呢在打照影剂之后的瞬间 动脉期先扫描一个 再在平衡期扫描一个 就当血液过去一下再扫一次 然后呢在当这个过了几分钟之后 血液呢彻底循环了 再扫描一次 所以呢大概会相当于扫描 3到4倍的一个剂量 那如果是全腹部的增强CT的话 一次毫锡服大概是15左右 所以呢全腹部CT的增强扫描 一年最好控制在2到3次 是比较安全的范围 现在这些年在一些非常大的城市中的 体检套餐中 有人呢推崇使用 PET CT 就是一种可以一次性看清 身上到底有没有肿瘤 号称有这个功能的一个检查 那这种检查呢 它的原理是 往身体上打入一个同位素 然后呢它会在身体代谢 比较异常的区域呢会晾起来 具有很高的 癌症减出的敏感性 那由于这个打进去的同位素呢 会在身体中 会产生一个辐射 同时呢再扫描了一个全身的CT 所以它一次的豪锡服量 大概是10到12左右 那这些年来呢 胸部CT的扫描里面 在很多体检套餐里面 都有一个低剂量胸部CT扫描 它的话呢 虽然没有这种正常的胸部CT扫描 那么清楚 但是对于筛查3毫米左右的费解减呢 也已经是绰绰有余了 最难能可贵的是 它的辐射剂量只有普通胸部CT扫描的 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所以它的剂量呢 大概只有1.3到1.5毫西服左右 而正常的胸部CT扫描 大概是4毫西服 所以是更加安全 但是现在呢 因为这个检查 似乎是没有纳入医保的 一般只有在体检套餐中 才会被拿出来使用 所以呢 大家可以根据我刚才说的 这几个公式去推算一下 自己大概有没有超标 那一般来说 一个健康的人 去做一些身体的体检 或者说呢 因为一些肺结结 去做随法检查 是不至于超标的 那这里呢 非常值得注意的一点 就是如果当有一些疾病发生 或者说当一些事故发生的时候 医院可能会进行大量的CT扫描 那很多人这个时候就会担心 辐射剂量会不会过高 就必须要做到权衡利弊了 到底是这个时候 辐射使你癌症风险增高的危害更大呢 还是说明确诊断的这个利益更多 那像一个车祸的病人 明确他内脏有没有破损 明确他颈椎有没有骨折 这个在这个时间段很明显是利益 要大于他接受辐射的这个病人 否则你可能这个人会在车祸之后 没有查清病因可能就迅速死亡了 那这个时候跟癌症都没有关系了 此外呢 像在做CT检查的时候呢 如果扫描一些腹部的话 也可以要求 放射科技师呢 比如做一些甲砖线的保护啊 扫描胸部的时候呢 像小孩可以保护一些 生殖线啊 做一些这些保护 也是能够说起到一些抵御的作用 因为这些部位呢 是更容易接受辐射 然后发生癌变了 希望这一期的视频呢 能给你们一个很有用的信息 祝大家健康 我们下期见